今天是8月5日 Proton 终于发表了再度小贷款的 Proton Iris 和Proton Persona 这一次的 Faceship 设计可不小 话不多说 现在就让我想明带大家去看一下 这两兄弟这会多了什么 首先我们先来说Persona 好了 改变比较多的Iris 我们留在最后 在外形上 Persona MC2 的车头就导入了家族式的 Infinite Wave 无线编织水箱护照设计 场辉也是最新的原型 Logo 而新的保险感设计 除了有长得挺漂亮的LED日行灯以外 下方两色还有这个全纯式版 比较运动化的一点 这个车头我是觉得有比较好看的啦 你觉得呢? 至于头灯虽然没有什么改变 但它是小贷款的重点之一 因为这回顶级版车型就导入了 大家都很爱的LED头灯 但是旁边的这个小灯还是鲁树灯泡 我就有点不明白了 虽然可以自己换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原厂为什么你不要直接给呢? Persona MC2 全系也更换了轮圈设计 其中Executive 以上的车型还升级到16寸 顶级版的Premium 刚才采用了这个双色设计 看起来更有质感 至于车尾部分则是没有什么跟动 只是换了这个熏黑式的尾灯组设计 而Premium 版还多了黑色车顶 以及黑色的尾翼设计 内装是这台车改变比较大的地方 最为显眼的就是改用了这个悬浮式的主机屏幕 原本的空调出风口设计也移到下面了 加上这个银色色调的衬组看起来是更有质感 而且按键的手感似乎还不错哦 再往下看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电子恒温空调系统 哇这个真的是大加分 旋钮也看起来很好转的感觉 不只如此整个中央扶手箱的设计也不一样了 以这个钢琴黑搭配银色四条的尸板真的是高级了很多的感觉 只是不知道这个钢琴黑容不容易刮花呢? 再往后看 哇!皮革包裹很厚的这个扶手箱设计 这个比刚快前就真的是奢华很多的感觉 打开来看里面是一个小小的植物格 里面还有一个12V的插座 那这个看起来手感不错的棕色人造皮革 是Premium 版本专有 门板也是有相同的棕色皮革设计 看来就高级attach了很多 至于其余车型则是维持绒布的配置 但魔鬼都在细节处 这个中央扶手箱还多了很多细节 首先它就有这个三个的USB插槽 讲到这个东西 这台车总共有6个USB那么多喔 然后这里还有三个Button 有一个是新东西 那就是EcoButton 然后你再仔细看的话 其实这个档位显示也是有所不同了 这次换成了一个S档 而且手上旁边的杯架也是更大更深了 有进步 只不过这回这个Persona MC2的后视镜 就不再是以前那个漂亮的无边框设计了 但是room lamp就终于换上和Saga一样的白色LED灯了 阿达 在动力方面小改款的Persona也就搭载 1.6公升的CamPro VVT自然进气引擎 并同样搭配Punch VT2 CVT无段速变速箱 但是这一个变速箱这回就换了全新的处理芯片 全新的变速器控制单元也就是TCU啦 并且新增加了运动模式以及ECO模式 2021Persona这回被缩减成剩下3个车型 首排版被取消了 在这里我也就列出这3大车型配备上的区别 比较值得留意的是这回全车型增置4个Airbag 而顶配版则是维持6个 但可惜的是我们还是看不到先进主动式安全配备 比较特别的是Executive及Premium 还多了车窗防甲这个蛮实际的功能 而这两个车型也才有8寸的全不是出屏主机 但是在Premium版它有4G无线上网功能 线上导显系统 线上导显系统 Jokes 线上音乐播放器 以及High Proton的声控功能 售价方面这回最新的Persona所有车型都起价了1200令吉 算是加了配备也加了价吧 接下来就来到Iris 了 为什么我一直说它改变比较多呢? 因为这一回Iris MC2 它多了一个 Active 车型 其实不是多了啦 它是取代Premium版 也就是说顶级版就是这个Iris Active 了 在这个外形上我们就可以看到Iris Active 是导入了现在很流行的 这个Crossover 修律风格元素 首先它的这个LED头灯就使用了熏黑式的设计 而上方的灯煤也换成了更加Sporty的这个钢琴黑 并一路延伸到同样也是钢琴黑 搭配红色线条的无线编织实践护照 哇这个我就觉得比Persona就更年轻化了啦 你比较喜欢Persona 的优雅呢? 还是Iris 的这个帅气呢? 那上面这个部分呢 Iris 全车系一样 但是Bumper 保险桿方面呢 普通版是和Persona 一样 但Iris Active 就是自己的设计了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雾银色的大嘴巴 搭配黑色护板的设计 加上这个橙色的车身呢 也让很多人就讲 和Axia Sound 很像 这方面我是觉得只有三色的色调一样 但设计是完全不同的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Iris Active 的车头设计的 加上更高跳的这个车身呢 我觉得它反而让我想起了Suzuki SX4 这台车 除了车头 Iris Active 的车身四周 同样也是有这个黑色护板 加上霧银色四板的点缀 以及我个人觉得这个蛮粗犷的 柳钉轮拱设计 同时还可以看到亮黑色的车顶 搭配黑色的四条 以及后方的这个黑色大尾翼 加上独有的16寸双色轮圈设计 你们觉得这个Active 的整体造型如何呢? 内装方面小怪口的Iris 其实是和这个Persona 大致相同的 但是来到这个Iris Active 又有一点不同了喔 因为Proton为它打入了许多年轻化的元素 包括整个内装所有的银色四条都换成了 非常funky的这个红色四条 还有红色四板 我觉得真的是截然不同的感觉啦 加上黑色的A柱 黑色的顶棚 还有红黑双色 并带有Active 字样的门板 加上这个极具休闲风格的皮革混搭绒布座椅设计 而且还有这个红色的缝线 还有Active 的字样 看起来还不错 但最重要的是它居然有这个东西 红色的安全带 这个真的是看起来帅很多耶 AMG 同款 winner 咯! 小怪款的Iris 依旧采用 1.3 公升以及1.6 公升的 Cam Pro VVT 自然进气引擎 并同样搭配Punch 的 VT2 CVT 5段数变速箱 这一方面和Persona 是完全一样的 同样的它的这个手排版也是被取消了 Iris 这回也一样被缩解成剩下三个车型 1.3 版本直接剩下Standard车型 剩下的都是1.6 同样的我也就列出这三大车型配备上的区别 和Persona 一样 Iris 也是增置四个Airbag 但是从Executive 开始就直接是六个了 同样的我们还是看不到任何的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其余配置大致和Persona 一样 但是Active 版还多了运动油门踏板的设计 哦 对了 忘记说这一回Iris 和Persona 的 High Proton 也提升了 之前只可以控制影响 但是这一回可以控制车窗和空调了 而售交方面Iris 所有车型也一样起价了 Standard 和Executive 起了1,100令吉 至于多了外观套件 还有红色安全带的Active 则是比之前的Premium 贵了4,100令吉 好啦 以上就是这个2021 Proto Iris 和Persona 的一个介绍 你们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小款款如何呢? 定价 欧不OK? 我是觉得这一回在这个配备上的Proton 是下足了血本 诚意满满 多少都是有提升了这两台车的竞争力 那虽然说这两台车是有一定的年龄的 但是其实开起来还算是OK的 所以就希望我们可以尽快见到这个实车了 因为看了这些片段之后 我真的很好奇 这个内装到底摸起来是如何? 因为看起来是很不错啦 还有就是这个再度更新过后的动力组合表现会是如何呢? 那对于维持CAN Pro VVT 加上 CVT 的决定 你们又有何看法? 欢迎在下方留言发表你的看法 和我一起交流 那在这里也要感谢这个Bandan Kirara 的 Lessy Deer Automobile Proton 展示厅 拍下这么多的这个画面提供给我们 非常的感谢 好啦 我是小明 喜欢这一期影片 觉得这个内容足够有用的话 别忘了给我你的赞 可以的话分享出去啦 也就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回见 拜拜